好 今年的金钟颁奖典礼真的很不一样哦 金钟五一就结合了新媒体 星光大道还有颁奖典礼要第一次挑战 运用360全景VR镜头直播 让观众还有粉丝 他们可以透过多场景多视角 都能够掌握艺人的动态 徐伟宁胸前身V开刀杜琪眼 或是林心如亮片礼服性感若隐若现 金钟红毯重心真艳 今年你可以看得更靠近 金钟五一的星光大道正如火如荼的架设当中 不过今年有一个最特别的 就是你可以体验跟艺人一起走红毯的感觉 就靠这一支360全景镜头 全景在结合实镜直播 透过金钟五一APP上就可以看到 只要动动手指滑一滑 红毯上想看哪就看哪 甚至为了要让观众同步感受现场气氛 再加码结合VR虚拟实镜 用风炮影片抢先体验 刚真的觉得有一种风炮炸相楼的感觉 也就是说如果你当天带上这样的VR装置 看金钟的话 你喜欢的偶像艺人就会像在你身边一样 而且其中一机镜头还会架设轨道 跟着艺人脚步走 也就是观众能及时同步 仿佛一起走星光 新的我们自己开发的程式 这样子相机会让画质更好 然后处理速度更快的时候 让用户在看的时候 整个播放的顺畅度更好 身历其境看金钟 而且还能多场景多视角 像是天团5566合体演出时 粉丝就可以自己选择 要从哪个角度看偶像 视觉感官全新突破 就是让你坐在家里 也像在颁奖典礼 先订阅江文鲜江新突破